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婚姻生活也实在有许多无法共通的地方 当初决定下嫁给何希氏 我明白地告诉她 我们不但国籍不相同 个性也不相同 将来婚后可能会吵架甚至于打架 她回答我 我知道你性情不好 心地却是很好的 吵架打架都可能发生 不过我们还是要结婚 于是我们认识了七年之后就结婚了 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 但是我极不愿在婚后失去独立的人格 和内心的自由自在化 所以我一再强调 婚后我还是我行我素 要不然不结婚 何希当时对我说 我就是要你你行你素 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 我何必娶你呢 好 大丈夫的论调 我十分安慰 做何希的太太 语言将就她 可怜的外国人 人和入这两个字 教了她那么多遍 她还是分不清 我只有讲她的话 这件事总算放她一马了 但是将来孩子来了 打死也要学中文 这点她相当赞成 闲话不说 做家庭主妇 第一便是下厨房 我一向对做家事十分痛恨 但对煮菜却是十分有兴趣 几只洋葱 几片肉 一秒便出一个菜来 我很欣赏这种艺术 母亲在台湾 知道我婚后 因为何希工作的关系 要到大荒漠地区的非洲去 十二分的心痛 但是因为钱是何希赚 我只有跟了饭票走 毫无选择的余地 婚后开除不久 我们吃的全部是西菜 后来家中航空包裹 飞来接济 我收到大批粉丝 紫菜 冬菇 生理面 猪肉干等珍贵食品 我乐得爱不释手 加上欧洲女友 寄来罐头酱油 我的家庭中国饭店 马上开张 可惜时刻只有一个 不付钱的 其实母亲寄来的东西 要开中国饭店 实在不够 好在何希没有去过台湾 她看看我这个大厨 神气活现 对我也生起信任来了 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 何希下班回来 总是大叫 快开饭了 要饿死了 白白被她爱了那么多年 回来只知道叫开饭 对太太却是正言 也不瞧一下 我这黄脸婆 倒是做得放心 话说第一道菜 是粉丝煮鸡汤 她喝了一口问我 咦 什么东西 中国细面吗 你岳母万里迢迢 替你寄细面来 不是的 是什么嘛 再给一点 很好吃 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 这个叫做鱼 鱼 她一呆 我说过 我是婚姻自由自在话 说话自然心血来潮 随我高兴 这个啊 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 下在高山上 被一根一根冻住了 山包扎好了 背到山下来 一树一树卖来换米酒喝 不容易买到哦 何兮还是呆呆的 研究性地看看我 又去看看盆内的雨 然后说 你当我是白痴 我不置可否 你还要不要 回答我 吹牛大王 我还要 以后她常吃春雨 到现在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做的 有时想想何兮很笨 所以心里有点悲伤 第二次吃粉丝 是做蚂蚁上树 将粉丝在平底锅内一炸 再撒上搅碎的肉和汁 何兮下班回来 一向是饿的 咬了一大口粉丝 什么东西 好像是白色的毛线 又好像是塑胶的 都不是 是你钓鱼的那种尼龙线 中国人加工变成 白白软软的了 我回答她 她又吃了一口 玩耳一笑 口里说着 怪名堂真多 如果我们睁开饭店 这个菜可卖个好价钱 乖乖 那天她吃了好多 尼龙加工白线 第三次吃粉丝 是夹在东北人的盒子饼内 与菠菜和肉 搅得很碎 当饼馅 她说 这个小饼里面 你撒了鲨鱼的翅膀 对不对 我听说这种东西很贵 难怪你只放了一点点 我笑得躺在地上 以后这只很贵的鱼翅膀 请妈妈不要买了 我要去信谢谢妈妈 我大乐 回答她 快去写 我来一信 有一天她快下班了 我趁她忘了看猪肉干 赶快将藏好的猪肉干 用剪刀剪成小小的方块 放在瓶子里 然后藏在毯子里面 恰好那天她鼻子不通 睡觉时要用毛毯 我一时里忘了我的宝贝 自在一旁 看那第一千遍水浒传 她躺在床上 手里拿个瓶子 左看右看 我一抬头 哗 不得了 索罗门王宝藏 被她发现了 赶快去抢 口里叫着 这不是你吃的 是药 是中药 我鼻子不通 正好吃中药 她早塞了一大把 放在口中 我气急了 又不能叫她吐出来 只好不想了 怪甜的 是什么 我没好气地回答她 猴片 给咳嗽的人顺猴头的 肉做的猴片 我是白痴啊 第二天醒来 发现她偷了大半瓶 去送同事们吃 从那天起 只要是她同事 看见我都假装咳嗽 想要骗猪肉干吃 反正夫妇生活 我总是在吃饭 其他时间 便是去忙着 赚吃饭的钱 实在没多大意思 有天我做了饭卷 就是日本人的寿司 用紫菜包饭 里面放下围他肉松 何悉这一下拒吃了 什么 你居然给我吃印栏纸 复写纸 我慢慢问她 你真不吃 不吃 不吃 好 我大乐 吃了一大堆饭卷 张开口来我看 她命令我 你看 没有蓝色 我是用反面腹鞋纸卷的 不会染到口里去 反正平日说的是唬人的话 所以常常胡说八道 你是吹牛大王 虚虚实实 我真恨你 从时找来 是什么嘛 你对中国完全不认识 我对我先生相当失望 我回答他 又吃了一个饭卷 他生气了 用筷子一夹 夹了一个 面部大有壮士 一去不复返的 悲壮表情 咬了半天 吞下去 是了 是海苔 我跳起来大叫 对了对了 真聪明 又要跳 头上吃了他一记老大暴力 中国东西 中国东西快吃完了 我的中国饭店也舍不得出菜了 西菜又开始上桌 何西下班来 看见我居然在做牛排 很意外 又高兴 大叫 要半生的 马铃薯也炸了吗 连给他吃了三天牛排 他却好似没有胃口 切一块就不吃了 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要不要去睡一下再起来吃 王脸婆有时也尚温柔 不是生病 是吃得不好 我一听 呼地跳起来 吃得不好 吃得不好 你知道牛排多少钱一斤 不是的 太太 想吃鱼 还是岳母寄来的菜好 好啊 中国饭店一星期开张两次 如何 你要多久下一次鱼 有一天何西回来对我说 了不得 今天大老板叫我去 加你薪水 我眼睛一亮 不是 我一把抓住他 指甲掐到他肉里去 不是 完了 你给开除了 天啊 我们 别抓我嘛 神经兮兮的 你听我讲 大老板说 我们公司谁都被请过 到我家里吃饭 就是他们夫妇不请 他在等你 请他吃中国菜 大老板要我做菜 不干不干 不请他 请同事公友 我都乐意 请上司吃饭 未免太没骨气 我这个人啊 还谈些气节 你知道 我 我正要大大宣扬 中国人的所谓骨气 又讲不明白 再一接触到 何西的面部表情 这个骨气 只好梗在喉咙里了 第二日他问我 喂 我们有没有笋 家里筷子那么多 不都是笋吗 他白了我一眼 大老板说 要吃笋片炒冬菇 乖乖 真是见过市面的老板 不要小看外国人 好 明天晚上 请他们夫妇来吃 没问题 笋会长出来的 何西含情默默地 望了我一眼 婚后 他第一次 如情人一样地望着我 使我受宠若惊 不巧那天辫子飞散 壮如女鬼 第二天晚上 我先做好三道菜 闻火热着 布置了有蜡锯苔的桌子 桌上铺了白色的桌布 又加了一块红的 铺成斜角 十分美丽 这一顿饭吃得冰煮 尽欢 不但菜是色香味俱全 我这个太太 也打扮得十分干净 居然还穿了长裙子 饭后老板夫妇上车时 特别对我说 如果公共关系事将来有缺 希望你也来参加工作 做公司的一份子 我眼睛一亮 这全是笋片炒冬菇的功劳 送走老板 夜已深了 我赶快脱下长裙 换上破牛仔裤 头发用橡皮筋一绑 大力洗碗洗盘 重做灰姑娘状 使我身心自由 何希十分满意 在我背后问 喂 这个笋片炒冬菇真好吃 你哪里弄来的笋 我一面洗碗 一面问她 什么笋 今天晚上做的笋片啊 我哈哈大笑 哦 你是说小黄瓜炒冬菇吗 什么 你你 你骗了我不算 还敢去骗老板 我没有骗她 这是她一生吃到的最好的一次嫩笋片炒冬菇 是她自己说的 何希将我一把抱起来 肥皂水洒了她一头一胡子 口里叫 万岁万岁 你是那只猴子 那只七十二变的 叫什么 什么 我拍了一下她的头 齐天大圣孙悟空 这次不要忘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